有剛才賀群告訴我 他說有人提問說 如果要看西方的社會 政治或者歷史 有哪些屬於經典的書 其實很多 蠻多的 像古希臘史 像這個羅馬帝國滅亡路 或者羅馬帝國史 這些都是很經典 還有中國世紀史 他們有時候是分斷的 然後看 不過我想這個朋友問很重要的是 他一定是希望聽到 或者說看到 在這些書裡面 把他們特有的文化型態學上 他們的社會階級上 都很清楚地去告訴他 可是這個要靠自己 比如我現在聽賀群說 我就想到一本書 《美國反對美國》 這是一個美國作者寫的 美國反對面 他針對了美國 特有的政治形態 談民主 談自由 談人權 談維持世界的正義等等等等 然而 美國自身的政治本身 從他們的執政者 所表現出來的 基本上 他們並沒有真正 要擁有美國唯一一個國家 而是把美國當作殖民地 所以他提出 他們那些執政的大團體 他們如何地去處理 美國的事務 美國的資產 全力分配 那麼甚至於 對待人民的態度 所以這個不只是說 我們今天在台灣的教育 讓大家 就根據教科書 教科書看不見這些東西 你要自己看了以後 然後再去看 像這一類的 美國的 英國的這些 作家們所寫的 對自身的 提出來的 反省跟思考的書 那麼此外 你還要張大你的眼睛 實際的觀察 還有自我反省 就像上個禮拜 那位朋友 直接就提出 說直接打人的不對 我也不好 我就直接反應 不贊成他的這個說法 那麼實際站在哲學的立場 最正確的態度是 他認為直接打人的不好 是不對的 這是第一點 接受他 然後問他 所有人家去打的 他認為對的還是錯 就是我們自己不用很快就表明我們的看法 有的時候衝動 即使學哲學也還是會衝動 聽到這個 這樣子的 他的語調 他的那種 論斷 就砰就衝去了 那實際上可以再問他 不斷的去挑釁 不斷的去挑釁 梁正義 你以為你這麼高大 你以為你六尺多 你要打 打呀 打你敢打打 然後認為自己背後有一堆人支持 像這樣的態度 對不對 那我想一定說不對 因為有了那幾個勢力 我就一直反省 然後第二天在學校教課的時候 學生同樣有這個問題 我就用這個方式 哎 都不對 那都不對 該怎麼判斷呢 那就看我們 對於這個事物的分析 我們所看到的一些事項 如果沒有掌握到那麼清楚 那我們只能忽於評斷 那就是繼續觀察 歐洲 那會聽到我提到 在今天西方的世界 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等等 歐洲世界 全世界 尤其是遠古的 比如我談到遠古的 因為我們在座有朋友問我 我們怎麼去看遠古時代 最原生的那個文化所形成對我們自我意識的影響 那這個是要看人類學 然後你還要去歸納 歸納出他的基本性 所以在這些情形當中 我們還要用我們自己的思考 不能夠停留在只看 哪些權威性的成果 那麼像錢先生 我們這個課堂是紀念錢先生而講的 那麼像錢先生的中國文化是討論 就是一本很好的 提供我們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上 各種文化各種發展中 追溯到可能有的那個前提裡 那麼看上我們是農業文化 那同時錢先生強調 千萬不要把原始農業文化放來 作為我們農業文化的一個認知 因為包括你們年輕的在座 都是這麼被交長大的 怎麼說呢 因為西方建立了一套進步論 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 建立了一套進步論 原始的這個什麼魚獵 原始的虛部 然後原始的農業 商業 然後原始的貿易 商業行為 那麼順著這一個逐步的進步 可以發展到 哦 基礎工業 或者什麼 然後一步一步 哦 現在工業現在文明 這是人類的至高點 實際上這是一方面是來自於 達爾文的進化論 所提出的一個生物進化的 如同是一個自然法則 實際上它是不是自然法則 都還要存疑 那這樣的一個觀念 其實它的背後 是基督教文明所提供的 單線性的進步觀 從上帝開始 然後最後到上帝那裡去 那個單線性的進步觀 就像馬克思說他自己 是人類最高最後的一個文明 那為什麼馬克思會認為自己 是最高最後的一個文明 那麼他們是在這個基督教文明的 系統底下 有實 有眾 然後人類的世界 以及整個的大自然 會是這樣嗎 不盡 所以我們如何的 能突破我們這些局限 剛才進來的時候 正義跟我講 哦他更明白 韓非子 因為我們有一門課 是中國哲學專題 那麼最近講到韓非子 就講到韓非子 怎麼樣取得正確的判斷力 正確的認知力 那麼一定要虛盡 作為一個領導者 或者作為一個判斷者 一定要虛盡 那麼什麼是虛 就是讓自己空白 沒有主觀的成見 沒有主觀的好物 沒有主觀的判斷 預先的判斷 像那天我就有主觀的預先的判斷 怎麼會起這個問題 我就會有這樣的一個觀點 這就不虛 什麼是禁 禁就是 沒有自己想要表現什麼 表達什麼 這就是禁 那麼如何達成 他當有好幾段 我就取這一段 因為正義說他 好好回去好好 聽了課以後 好好去想 他就說要去救 去治 是不是 這你還記得嗎 去救 去治還有去什麼 去喬 應該就是這兩個 就這兩個 我記得還有一個 好像是去喬 好 不管他 喬好像是從舊引生出來的 喬解為故 對 然後引生為喬 對 那麼 舊 為什麼會結成 喬 喬 就是小聰明 喬就是小聰明 那小聰明通常從哪裡出來 那當然這是 韓非子特有的觀點 從我們舊有的習性中出來 這個舊指的是我們的習慣 我們的經驗 而後所形成的習慣 這個就是習 所以我們要能夠真的虛盡 我們基本上要能夠看到自己原有的習慣 擺脫我們的習慣 以及由我們習慣而來的那些小聰明 那麼去智 那麼去智 就是去掉我們 即使這是小聰明 來自經驗 而這一個似乎是來自於我們的高的見地 大的見地 連這個都要去 那麼如此才是一片親民 那麼在今天 如此的一個大時代 東西 南北交會 的一個大時代 這是一個交會的事 我們以為 我們以前就已經是東西交會了 可是現在更是一個交會的時代 因為以前就是勢力的相交往 西方的勢力強大 西方的科學強盛 然後 它到東方來 哇 我們就全面接受了 那不算交會 然後我們就學習了 然後我們也就發展出我們的芯片了 好像是東西交會 其實這不是真正的一種高度的東西交會 而今天是一個高度的東西交會 什麼交會 在生存競爭之下 價值 生命的價值觀的交會 就像COVID-19 西方群體免疫 那是一個生命價值的 決定後的一個抉擇 換句話說 放任大家感人 留下來活著的 算是優勝 優勝者 其他就可以淘汰 那這是對生命的一種價值的選擇 那麼我們曾經說過 這來自於什麼 這來自於 早期他們是序幕民族嗎 那麼憑什麼 不能說 你一定要有一本書 一定要有一個點規 你就看搞靠靠人類學上面 所有的資料 然後歸納 一直遇到今天的序幕 在大序幕的這些狀況中 不是病毒感染了以後 不就是讓它 有一部電影我都忘了 就是冰島的電影 還是丹麥的電影 反正是北歐的 可能是冰島的 哇 哇 他們的那個 特殊的一個羊種 發病了 於是冰島這股要求他們 所有的人 把自己的羊全部撲殺 可是他們的牧人 覺得我們的這個羊種 這樣子太可惜了 目前還沒有全面感染 就全面撲殺 這也是我們所採取的嘛 對不對 那個金流感一來不全面撲殺 那麼他們就覺得 趁著政府來檢查的時候 他們就偷偷的 因為是在冬天嘛 盛冬 就偷偷的趁著大風雪 有幾家的農人 就把他們最好的羊種 就送到了那個山頂上去 因為風雪太大不會跑到山頂上去 他就去把他們藏起來 躲過了這個災難 那麼同時還把一些羊群分散 等到這個災難的 這個疫病過後留下來的 再跟他們的那個種去交合 序務文化到今天還是採取這個方式嘛 那麼到這個面對了今天這個 一下子人類措手不及的時候 他很原始的展現我對生命的看法 強著生存 弱著淘汰 這就如同歐洲為什麼這麼聽命於美國 美國有這麼不合理的某種要求 要他們去支持烏克蘭去跟俄羅斯打仗 那麼現在歐洲有點怕 可是即使怕 我們看到瑞士放棄了一百二十多年來的中立 而沒收俄國的錢 俄國放在他那邊的錢 這是全面破壞西方這一百多年來 所建立起來的以人權為主 然後自由民主 然後自由經濟 自由金融的最大原則 將來誰敢把錢放到瑞士銀行啊 關鍵時刻你沒收了 而且是私人的 你沒收國家的算了 竟然沒收私人的 像意大利沒收了那個 那個那個俄國的財 那個那個大富豪的油體 那是私人的你沒收了 你不就破壞了整個自由民主 所標榜的個人財產 朋友們讀經濟學就去看 人權自由民主經濟自由等等 就是一個主軸 是面對了以往的西方的國家主義 面對了以往西方的奴隸社會 面對了以往社會那種 當權者可以控制一切的 這個前提下 保障私人財產 這是軸心啊 這是近代民主自由的軸心啊 יזan �aine 謝 從現象中 不容易 做一個正確的判斷 同樣回溯到 從發生靴 从发森学回溯溯源 我们从古希腊开始看 一直一路看下来 西方是崇拜权力 谁当权 谁就可以做基本规则的规划者 那么大家在他的这个基本规则的规则下 规则下活吗 谁要是违反群体而公子 逼他就范 如果不就范 淘汰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也违反了他们的规则 他们必须用权力围攻 那么俄国更直接的突破了西方规则 就是先教恶国 那么欧洲基本上在他旧有的习性中 那么现在你是老大 他在石油上在这个天然气上 在这个在那个他们都还有一些自己想要有一些主张 因为自己国家需要了 就像阿尔巴尼亚说 阿尔巴尼亚说 我绝对不跟进 因为我们依赖就是依赖俄国的石油跟天然气 不然我们活不下去 可是金融在今天 美国是天下第一吗 整个规则在他的规划下 一提出 大家尊重 这是西方的那样的一个从远古以来而形成的 当生命价值通创在一起的时候 就比如他们会觉得 中国大陆用封城的方式是绝对的错误 为什么 你凭什么围成 然后你凭什么因为围成而竟然成功 超出我们规则之外 做对了 我要打你 因为你呈现我们错了 可是我回不了头 怎么办 打掉 呈现我们错误的对象 所以我说这次真的是一个东西教会的时候 不仅如此 在这种生命价值的抉择里 这是属于一个生命价值的抉择 你看中东一句话都不说 甚至于拜登要他一起协商降低油价 打六次电话中东不回应 整个东南亚 整个东南亚 除了韩国 没有一个 都韩国不是东南亚 没有一个回应 今天有一则新闻你们回去看看会不会继续发表 那么现在韩国的这个总统是美国指定要他打的嘛 因为他们全面亲美了 所以这才是一个东西文化或者世界文化交汇的时候 因为是一个逼到的最根本处生命的抉择 生命价值的抉择 所以这是我提供大家不只看书 还要自己观察自己想 那也不只是看教科书 那个经典经典就是教科书嘛 基本上 还要你要看经济学 然后你要看这个什么 当你看那个海业客自由经济 你看看看看完了他的系统之后 你要总看他的人性假设在哪里 他为什么认为自由经济是绝对的理想 那么他有一个假设的前提 人性本善 大家都有钱了 大家就变得很和尚 大家都可以享受人类共同的富裕 凯因斯也是这样 都是假设人性本善 有钱不就好了 可是今天这个没有符合于事实 没有符合于现实的人性事实 所以凯因斯到了晚年 凯因斯到了晚年 都承认自己对人性的估量过高 有钱的成功了之后要再有钱 再成功再成功再有钱 然后最后这些成功者 跟着几碗变成一个霸碗 一个超大的霸碗 然后他要碾压式的取得所有的财富 他没有适可而止的地方 所以我们才会说 儒家的特殊性 尤其是在美国今天说 中国的价值 冲创了西方的价值 破坏了他们的价值观 那么其中最大的一项 就是人类可以共享人类的财富 无限的扩张是一种恶物 而且是人性本身的恶 而这个恶是来自于生物性的恶 不是人性的恶 我们说过 人性 在整个的生物界 是最复杂的 它有第一性 就是生物性 或者是动物性 然后人之性 第二性 就是属于人之性 就是觉醒 觉醒性 也就是生命的觉醒 对生命的 对生命的 再认识 对生命的 对人类生命的 重新评估 這個心就是自私的、自立的、只求自己生存的追求中 所以動物不自私、天之地滅 動物要是不自私,他活不下去了 所以動物沒有道德性的問題,只有一個自然法則的問題 自然法則就是活下去 第二性,這才是屬於人類之性 人類之性,在動物世界,人類之性 那這個人類之性只有人才有 因為才是人,他不再是一般動物了 他跨出了動物的範圍 他不再遵守著自然法則 他開創新的生命的可能 這個新生命的可能 就是重新對人類的生命平估 然後以求人類群體的最大性體 西方哲學界也有這樣的哲學啊 那麼第三性 那麼第三性 那麼也就是自我的人類 自我的實現 人類自我的實現性 自我的創造性 然後自我的完成性 那麼這就是所謂的人類的聖人 人類共有的聖人 人類共有的聖人 像耶穌被定食在十字架的時候 祂還能說請上主啊原諒這些人 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這是何等恢弘的語言 更寬大的信心 不過在這裡又要提醒大家了 當我們看到了這一個原始的基督教 尤其是耶穌的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耶穌是一個平民革命者 祂為貧窮者說話 祂反對資本主義社會 因此被當時的法利塞人 猶太的資本主義者定食十字架 要求比拉多羅馬總督比拉多 判耶穌死刑 定死耶穌 說他破壞群體的案例 所以早先在古羅馬時代 早先的基督教徒們 是平民運動的推動者 希望能夠 貧窮差距不至於那麼大 可是等到 日耳曼人 南下就是北歐的日耳曼 就是北歐的民族 日耳曼這一支南下 滅了羅馬帝國 然後 基督教會 和他們結合建立了 教王政府 這個時候 基督教其實是改變了 原有的平民 為平民謀福利的信仰 一直到今天 那麼像這些 你們都要用自己去看自己去理解 所以法蘭西斯學派 法蘭西斯教派 當法蘭西斯參加十字軍 東征之後所看到的 在東征的過程中 不是為了信仰 而是 也不是為了去宣教 而是去搶奪 所有人的財富 他回到自己家鄉 放棄了自己的爵位 然後把自己的衣服脫得光光的 然後走進貧窮的人 他要重建耶穌的貧窮教會 這是法蘭西斯派的難題 所以如果大家只讀教科書 不容易看到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要自己去 自己有心慢慢去找 然後再根據現實 現有的這一切去理解 去理解 然後就會發覺 噢,很多事情 現在很多的戰爭動盪等等 是出自於很多很多的原因 而且最根本的 也就是一個人的價值問題 那麼我們曾經近來跟朋友們報告過 那麼西方即使是歐洲 不是一個種植的好地方 他們是一個畜牧民族 所以他們的階級性這麼嚴格 一直到近代才逐漸改變 他們不這麼分物質的物質 沒有辦法分配啊 我們都覺得 美國是一個好得不得了的地方 當它也的確是真的蠻好的 因為地方實在也是大 可是為什麼兩千年來 四千年來 印第安人沒有創造出 北美沒有創造出 揮紅的人類的文明 氣候、土質 許多的原因 他們都有研究跟調查 這些我們都應該想辦法去 我們要由於某種好奇 然後就想辦法去查 瑪雅合一只有六百年就結束 他唱到了高文 他在宗教信仰上 產生了什麼問題 最後貴族 獻身於天 於天神 最優秀的貴族 是最佳的祭師 然後活開了心拋出去 人類在不同的生存環境底下 這應該算是環境生存學吧 就會產生很多特殊的作為 然後對生命的價值 有著不同的某種觀點 那麼這是決定人的存放 成敗、心酸很重要的關鍵 史記說救天人之計 太師公在史記裡說 救天人之計 他寫史記的目的 救天人之計 阿是通 通、古、精之變 那麼什麼是天人之計 就是這個 核心的抉擇 人性的抉擇 在看的間一看不見之間 這也就是老子的思想 天是無、人是有 在無與有的關鍵性 這個教會上 有了掌握 我們才能夠通達於 古今變化的根本能力 在這裡我們要能 今天我們講的古書 按照郁先生 愛信覺露郁瑩先生說 我們不是替死者做化妝師啊 郭口標你們每個人都成了被衣館的化妝師啊 那麼什麼意思 真正的意思就是 我們在我們閱讀傳統歷史 讀人類歷史也一樣 在讀傳統歷史的時候 我們能夠看到自身 傳統中國五千年六千年七千年 這是我們的幸運 我們的土地太好了 全世界水最多的地方 全世界氣候最穩定的地方 雖然平原少 可是人在求生存過程中 即使三國還能跟出梯田 你看那個世界幾大奇跡當中 把梯田布也包含哈尼人的梯田 有沒有 怎麼樣 只要人情分 只要人清零 同時更重要的是 在這樣的一個農業社會中 讓我們農業文明中 讓我們珍惜了生命 你看台灣在今天的防疫中 你看在座的都戴口罩 對不對 這是自我生命的珍惜嗎 可是西方人認為 這是cover 這是懦弱的象徵 戴上口罩就承認自己是病 是一個病夫 多樣多麼不同 這就是生命價值的選擇 這就是生命價值的選擇 我們看到了以後 我們能不能夠 很公平的 特觀的來看待東西方的東西 東西方的文化 而不是像現在 新文化運動以後 一面倒向西方 然後覺得自己一無所有 一無所事 新文化這個時代有它的背景 清代實在是太衰敗了 清代的衰敗實在是因為它 要把所有的權力控制在滿洲人的手上 它不相信漢人 現在資料也都出來了 有專門研究的 我也不曉得是不是跟你報告過 天龍時候設計了一個特殊的局 類似有點像明代的錦衣衛 然後它是收集不只是國內 也收集全世界的情報 它清楚組織到當時歐洲的發展 所以它更加下定決心 把中國關得密不通風 然後絕對不准思想上的討論 學術上的發展 那個時候正好是西方18世紀工業革命 後各種運抖出來的時候 所以它完全要中國安靜 以維持它的政權 現在資料也都出來了 文件也都出來了 它反漢人比反洋人還要厲害 所以到了十一太后的時候 我寧可給洋人也不給洋人 給洋人是我的敵人 我們是平等的 給洋人 洋人是我的奴隸 我怎麼能給他 以至於最後的衰敗 讓民國初年清末的那些大學者們 為了救世 為了救國 很自然的 全面傾向西方 這個是情有可原 很能理解 可是都過了七十年 我們的學術界 還一味的全面傾向西方 這就可惜掉了 我們在讀韓非子的著作的時候 反參與者都驚嘆於韓非子 天啊 他真的是不得了的見諜跟智慧 而且那個主治 政治主治是嚴密 在朋友們驚嘆中跟我討論 我就說是 我說中國幾千年下來 人事經驗豐富 西方三從十七世紀 科學革命到工業革命到十九世紀 國家主義的興起到二十世紀到今天 三百多年 人事經驗薄落 我們真的放下了自己的偏見 好好的讀中國的這些經典 然後不必求西方人理解 就把這些東西透過現有 可以認知的文字發表 你眼人自然吸收 所以今天我們讀史的時候 其實不是一個對過去的緬懷 而是對未來的沾望 這也是前一天講的 傳統經典、傳統歷史 說要用溫情與敬意對待自身的歷史的意思 就是不帶偏見 不過用全面西方的那一套 來框架我們的生命經驗 那當然我們也應該小心 我們舊有的生活經驗 帶給我們的限制 這是我剛才來的時候 何群告訴我 有朋友們提出問題 這是我的一個回答 如果真要我開幾本書 我下個禮拜帶 下個禮拜把名單寫好 提供給你們做一個很基本的參考 可是凡是經典都是教科書 教科書沒那麼多東西的 你就知道一個大綱嘛 所以我在想 在座如果有興趣 喜歡看人數 那如果沒有看過 或者已經看了已經忘記了 錢先生的中國文化史討論 是值得你們可以再看 值得你們看一看的書 他雖然以傳統中國為主 可是他帶領我們 理解到中國文化之所以形成 也因此推而西方文化 何以如此的發展 他可以帶我們 從這個前提底下 面對全世界 所以就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所以就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時間正好一個鐘頭 大家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來正式進入我們的課題 還是要寫東西啊 我們的資訊 資料還沒有講完 現在我們看到這裡的會議 實質地的部分 他對這個身部性的實質地 有沒有負面或是忍義 你認為這個是畫面領 沒有,我們沒有辦法用別的字眼,只能用自私之力,其實自私之力是站在人的立場,但是沒有別的,因為它必須自私之力,生物本身必須在自私之力中,它才有活下去的人。 因為我們看比如說,理財,然後有生物主導,其實它是很有智慧的,就是為了一個群體動物性的生活,平常理財,又要做維持的。 但是那個規則並且在內來,才簡單說了吧? 對啊,太簡單了吧? 嗯,可是,可是一個生物,這種,就是說,可是我們會驚訝,譬如說,他會有這種本人的,就是那種的智慧,他會有的。 那是生靈智慧的,它不是生命之物啦。 好 visitor喔 伏薑呢 順便 不用擁anda 冬部 saint 是讓人看到動物的生存智慧 免得大家以為動物沒有智慧 可是動物的生存智慧 不等於生命智慧 人是生命智慧 生存就是存活 生存就是存活 生命智慧還有開展 動物沒有發展出文化 沒有發展出文明 動物是被動的受自然自配 人不在世受自然自配 人不完全受自然的自配 可以說這個不算是人的自由意志嗎 不是 也是 人的自由 就是人可以有自由意志 在於人不同於動物 他有生命的覺醒 所以才有自由意志 就是人所特有的 是啊 但是也不是 因為所謂的自由意志 在今天有他的狹狹 在今天有他的狹狹 有一個狹狹的電影 我覺得蠻好的 請他介紹大家看一看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到 中西方的文化性 人的成長文化性 同時也是自我追尋的過程中 如何從生存性 然後上升到生命性 剛才有朋友問我 當我說這個生存性 動物的生存性 所以動物是自私自利的 這有沒有貶義之詞 那麼他的問題問得很好 那我告訴他是因為我們的言詞不夠 言語不足 我只能用自私自利 我說實際上用自私自利 是已經站在人的立場 那麼站在動物沒有什麼自私自利 所以有一個有名的故事 一個淹辣水了 然後一個青蛙游水過去 然後在石頭 遇到了一塊石頭上面 停了一隻蝎子 蝎子就請青蛙載他過去 青蛙說不行 你會遮我 他說我都要活下去了 求存了 怎麼會遮你呢 遮你我不是也一樣死嗎 青蛙聽了有道理 就載他游過去了 游了快到岸的時候 還沒有到岸 那個蝎子就摘了那個青蛙 青蛙說你怎麼摘我呢 我們這樣不是同歸於盡嗎 他說沒辦法 Nature by nature 這是我的天性 朋友就說 我們看動物奇觀這一類的電影 可以看到動物的很多的植物 特別在蟲林裡面 特別在那麼艱險的生活環境中 他們生存下去 他們解決了 他們真有智慧 那我就說出動物是生存智慧 那麼基本上他們複從自然法則 自然的生存法則 可是人不同於動物 人不同於動物 就在於人有生命智慧 那麼生命智慧高於生存法則 而生存智慧 那麼這裡頭包含對生命的一份理解 甚至於一倍創造 以及對所有生命的 以及對眾生的同情 不一樣 不一樣 那麼這位朋友就 年輕的朋友就介紹了一部電影 問我看過沒有 你要不要來介紹 哈哈哈哈 這部電影應該快下來了 快下來了 叫 世界上最來了 他的中文名字 他的中文名字就是 從他英文電影 電影反映過來 就是The Worst People in the World 非常簡單 非常直接 這部電影是挪威的導演所拍攝 背景的區域 在奧斯洛 主要是拍攝女主角 朱莉 從20歲到30歲的人生經驗 那這之中其實他一直的 一如我的觀影經驗來說 他是一直在引以往 一直在探索 他在20歲的時候 從醫學院跳槽到心理學院 又跳槽去攝影 那之中呢 畢業之後 又在經歷了兩段 完全截然不同的感情情 生活 那在剛才老師介紹 人性的三重面向的時候 我聯想到這部電影的 切入點是說 人的生活或成長過程 是不是必然要經過 這樣的迷惘的一段路程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剛才大家應該有一點印象 就是他跳了三種職位 一個是醫學院 一個是心理學院 那第三是攝影 那這些過程中 他都有詢問家人的意見 那家人給他的反應都是 只要你想清楚 我們全力支持 那這樣的言論其實 以我們 我猜想以我們多數的東方社會 比較少聽到家人會這麼 放手的給予 晚輩有這樣 重大的人生抉擇的時候 是這樣簡單的答案 所以我主要是從這兩個點去 跟老師在下課之前討論 那這部電影 檔期快要不多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給你看一下 是這樣 謝謝 謝謝 他漏掉了他所提出來的問題 不過他提了一個 就是 人是不是一定會經過 這麼一個迷惘的過程 從生存到生命的覺醒 我說基本上是 他說人能不能夠 剪除這個部分 我說可以 我說一般教育 基本上你要遇到的好老師 那可能就縮短了迷惘的時間 那你要是你的父母對人生有所沉思 有所反省 那麼孩子們提出的時候 他不只是 只會說 你就去想好了 你就去選擇 選擇對了 不論成敗我們都全力支持 這個看起來很好 實際上並很消極 這個對一個去選擇自己人生的年輕的孩子來講 好像是給了他充分的自由 實際上是讓他無所憑藉的 盲目的面對他無知的危難 那當然西方近代 猶太人所提出來的現代教育 要如何建立一個完整的個體 就是不信任何人 也不要給孩子們有任何的支持 所以我們年輕的時候 學教育 學現代教育 就要看影片 就是那個猶太父母 叫孩子們從孩子們長到三四歲 開始會跑會跑 然後就叫他站在那個孩子上跳下來 他們一直跳 爸爸們就 媽媽們就抱抱了以後 兩個人就摟在一起笑就笑 有一天在叫孩子們跳的時候 爸爸媽媽就閃開 孩子就憋著鼻塵嚴重 娃娃大哭 然後爸爸媽媽就告訴孩子說 在這個現實世界 爸爸媽媽都不能相信 你必須完全靠自己 這是猶太那個時候 所提出來的一種個體的教育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也去參觀 也去參觀 去做那個實驗 就是 小孩子看那個美國的照片 小孩子要他自己創作 叫他畫畫 自己做 他小孩子不曉得該怎麼辦 然後 去撞牆的錢 什麼的 哭成一團 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是他們認為 這才具有 激發出今天的創造性 讓他們對天才可能 可是對一般來講 傳統的教育 經典上的教育 爸爸媽媽不是做一個 純粹的客觀的支持 當然也不是現在 父母過於該運 而是什麼 而是當孩子們 講到他迷惘的時候 迷惘的時候 那麼爸爸媽媽想想自己 在自己迷惘的時候 怎麼度過 告訴孩子 我想你這麼大的時候 我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我是這樣子過來的 記住給孩子們 一個很大的借金 其實也沒有給他 沒有幫受幫助 你要是一個長輩必須是一個 一個世上的互視者 互視者 這是東方教育 所以我聽了以後 他還講到一些 人性上的掙扎什麼 所以我就說 你不要講了 你趕快請大家去看電影吧 因為這些電影 是西方人 有反省性的導演編導 他們自身對於生命成長的一種擔心 可以幫助我們 來思考 或者來認識 或者來自我認識 表面上看起來 生存生命好像一樣 實際上差別非常的 我們在沒有被啟發的時候 就以為活著 像現在我們這麼活著 不就是生命嗎 實際上這裡面 我們真正享有了生命嗎 我們真正享有了我們自己嗎 所以這個當中的差距 那傳統文化 尤其是經典 在這方面著墨能生 著墨能生 著墨能生 像中庸就是其中一本重要的 著墨在這方面的經歷 我們就開始進入我們的課題 所以這個是生命的教育 不是生存的教育 西方到今天偏重生存教育 傳統中國在它的特有文化的發展中 然後它展現的是生命的教育 在這方面的教育中 是生命的教育中 在這方面的教育中 寫著墨能生存 在這方面 是生命的教育中 你會有些消育中 在他的人生存 是生命的教育中 是生命的教育中 就是生命的教育中 有生命的教育中 讓你生命的教育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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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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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朱老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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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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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就是 所以为天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对韩国人 没有理想 因为有 他们是 在孔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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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就是就是 来作为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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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大家 中文字 有问题 他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以至于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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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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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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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以至于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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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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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